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Budelstrap4 今天咱们标题是请看 报警提示 什么叫报警提示 其实就是说 也不是报警了 比如咱们做完税后更新 给用户提示一句 更新已成功 如果更新失败 提示一句 更新已失败 这么这个提示框 通称报警提示 为什么呢 因为它在Budelstrap中 它这一类的描述 这个类叫做Alert 就是报警警告 虽然有时不是警告 是提示框 是有好的帮助信息 但是它也叫Alert 那无所谓 那咱们就报警提示 好 咱们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这是Alert 报警 然后怎么报警 Alert减 减谁 各种各样的颜色 各种各样的主题色 Close 换句话说 今天我要给您做提示框 咱是可以把它关掉的 那么后面这两个 就是关于关掉报警提示框的写法 然后关于今天的报警提示呢 请您参加这个帮助网页 好 咱们看一下今天的代码 非常的简单 我是想在我现在为止 所做的网页的最头部 大家说我的最头部是什么 导航条吗 对吧 比导航条还要再靠上的位置呢 打印出来我一个信息 什么信息 大家请看 新版的Budelstrap4教学视频出版了 没出版啊 我是这个个人兴趣嘛 也不可能说出版 卖钱 不会 我看有好多这个朋友都是说做这个教学视频 然后放到哪个网站 然后说花多少钱买才能看 我肯定不这么干啊 你放心 我以后今后还会要做很多教学视频 统统都是免费啊 为什么 个人兴趣啊 好 这是另外的话题咯 出版了 或者叫做这个更新了 都无所谓啊 然后大家请看 这是个DFM对吧 对DFM跟的第一个class 就这个警告框 然后呢 显示info色 info什么色呢 偏蓝一点颜色啊 就跟主题不一样啊 然后呢 整个屏幕居中 MB什么意思 没有下边框 然后round 是什么 round零什么意思 是这样啊 在这个Budelstrap4里面 这个警告框 如果没有任何特殊设置的话 它的边角呢 是圆角 它不是方角 我呢 想显示方角 所以我呢 把这圆角给去掉了 没关系 一会咱们实际运行 看完笑之后呢 我一个个再把它删掉 咱们再看 我不加这个class 是个什么效果啊 好 再往下看哦 这个DIV 是可以消失的 叫做Alert-Dismissable 是可以隐藏起来的 后面两属性呢 它是可以渐变显示和消失 叫废的嘛 废的叫渐变是吧 咱们叫什么 叫隐显 渐显 无所谓啊 然后是show 把它显示出来 然后在这个DIV的里面呢 又跟上一个按钮 Botong 这Botong呢 就是它关闭按钮了 class呢 用close 然后呢 它叫什么 这个大家看 又用到以data开头了 data开头什么意思啊 渐渐焦本嘛 Botong Strap内部的渐渐焦本的实现 然后呢 咱写上一个dismiss 关闭处理 关闭谁 关闭这个Alert 就可以了 这是个什么东西 这个是HTML编码啊 它就说是一个插号 是一个插号就可以了 你说我是写个S行不行 一样啊 都能理解 好 这就是以上的代码啊 咱们把它赶紧拷备到网页中 实际运行一下 然后拷到咱们上一期的头部的再头部啊 好 咱们马上运行一下 这是我上一期的网页 我刷新一下啊 你看 头部没有什么吗 然后咱们回到今天的课程 第22课 咱们试一下啊 我点了 Go 请看 在屏幕最上方 有这么一行 新闻嘛 因为你访问您这个网站的用户 我一上来看到的是最上方的内容嘛 这让用户一上 哦 这个网站有消息了 就这感觉啊 然后比如说用户说我不看了 怎么办 我点插能把它插掉啊 注意看啊 走 有个渐变消失的感觉啊 就这感觉啊 再出来再消失 好 咱们注意看啊 我再把它显出来 咱们看这个边角 是个直角吧 对吧 都没问题吧 是个直角啊 为什么 这就是刚才我给您讲解的这个round的部分 我把它变成零了 如果咱把它变成三 比如说 哎 三能行吗 我试一下 哎 大家请看 好像有点弯了吧 这弯的可能 反正对于我来说 我感觉不好看啊 因为咱其他地方都是直角 为什么到这是弯角嘛 对不对 这个我看最大应该能射到五 这个我还真没试过 因为我一般都不喜欢用弯角 试试啊 而是五好像不行 哎 五的话 应该是不行 应该是零到五 我忘了这个地方 不管了 反正我一般都把我的提示框设成零 这样呢 大家请看 这个非常好看嘛 对吧 是直角 和我的网页风格呢 也非常的吻合 这个呢 就是咱们网页警告框的设置 当然您说 我不把它作为 因为我现在是作为这个新闻框显示 相当于对吧 你把作为这个数据库更新的提示框 什么的 用户操作提示框 都可以 比如说用户在做一个 呃 用户注册的时候 有好多该填项 必填项没填 当他点击提交的时候 您提示 哎 不行 这点你得填 这个时候呢 就用到这个警告框 他主要是干这个用啊 好 以上就是我给您讲解的 关于警告框的使用方法 不是您听过没有啊 今天的支点呢 应该不是很难 那今天的代码呢 我会放到开源中国服务器 供您下载参照 今天的视频呢 会放到优酷YouTube 供您观看 呃 那这个视频就给您 非常多资料吧 谢谢观看 咱们今后再见咯 拜拜